今天的第五这道题目说的是什么呢 又是给了我们三个算式 说的是三角加方块等于5 三角加圆圈等于6 方块加圆圈等于7 倒是很平均 每个算式里边都占了两样东西 第一是三角和方块 第二是三角和圆圈 多了一个圆圈出来了 第三个是方块和圆圈 谁都出现了两遍 对不对 宝贝们发现 这三个式子里面有两个三角形 有两个方块 有两个圆形 是不是 那这道题目怎么样才能把他们三个都给它给求出来呢 我们说方法是不为一的 你可以两个式子两个式子比较 也可以把三个式子给它给加起来试一试 那么我们接下来试一试 写在这里吧 三角加方块等于5 三角加圆圈等于6 方块加圆圈等于7 接下来我要把这三个算式都加起来 如果把三个算式都加起来的话 就是等式的加减法 说明这个时候等号的右边就是几 把5 6 7都加起来的话 是11加7 是不是等于是18 而左边呢 现在我就是有刚刚说过的两个三角 两个方块和两个圆圈 那其中我把一个三角一个方块和一个圆圈当成一份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就有两份 是不是就有两份 好你想两份等于18的话 那我的一份三角加方块加圆圈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是9 二九十八嘛 一份就应该等于9 好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说式子就可以把它给求出来了 你看第一式子 我们说用等量单换来做嘛 只要出现三角加方块就等于5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是5 那圆圈就应该等于几 5加谁等于9呢 5加4 所以圆圈就等于是4 出现一个噼里啪啦 所有都出来了 圆圈等于4 我把圆圈的地方写上4 那么你看三角形就等于几 谁加4等于6 谁呀是2 三角形就应该等于是2 对吧 那然后呢方块等于几呢 谁加4等于7呢 是3 所以方块就等于是3 我们也可以验算到第一个式子里面 2加3等于5 是不是就应该是对的 题目你看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道题目的思路就是什么呢 你来看一下 第一个式子里面少圆圈 第二式子里面少方块 第三个式子里面少三角 既然大家都缺 那我就可以把这三个式子都加在一起 大家都很公平 每个出现了两遍 我把它其中的一份给算出来以后 是不是又变成了刚刚的那种 有一些部分的式子 有一些完整的式子 把部分的带入到这个整体的里边去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计算了呀 宝宝们 这个题你们掌握了吗 我们说算式也是可以进行相加 或者相减的哟 好 那么这个题说完 我们来看总结 就是我们把刚刚那个叫做轮换相加 轮着这样子把它给加起来 对吧 轮换相加的算式 我们可以把等式加起来进行试一试 每个式子里面都缺一个 有一点东西又缺一点 这种算式 我们就把叫这个轮换相加的算式嘛 对吧 全部都加起来就OK了 好 那么说完这个例物以后 马上来看一下 这道题 给了我们四个算式 算式非常的多 以及还都是什么法呀 还都是成法 这个题咋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式子里面 三角和圆圈成起来 第二个 五角和方块成起来 这四个图形都不一样 下一个 这个圆圈和方块成起来 下面是三角和方块成起来 那么有点说 老师这个算不算是轮换相加呢 我们说首先它是相成 第二个 你如果把它们都给加起来的话 就不对了 因为式子和式子之间 现在都是一个成的关系嘛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面的话 我们大致想想看 既然是成法的话 就应该往什么上面去考 惩罚是不是应该是有惩罚口诀的 所以我们应该往惩罚口诀上面去考一考 对不对 可是惩罚口诀里边从哪个式子入手呢 第一个 3824 4624 实际上面我们说不止这两种情况 还有2乘12等于24 1乘24等于24 是不是情况种类会比较多呀 这个呢45 可以是5945 也可以是3乘15 对吧 答案不止一种 这个呢 5840 2乘20也等于40 4乘10也等于40 答案都比较多 但是呢最后一个 三角和方块乘起来等于15 除了1和15乘起来以外 我们说只有3515这一种情况 而其中1和15 我们又觉得感觉 本能的感觉不是很可能 对吧 里面出现一个1的话 这道题目的话 会有一堆的东西感觉出现1 不方便算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3515 去进行一个验算吧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突破算式 这里面的一个突破算式的话 我们说就应该是这个 三角乘方块等于15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 如果按照3515写的话 谁是3 谁是5 但我知道里面的话 应该有一个是3 有一个是5 对吧 三角形我也不知道 它是到底等于3还是等于5 对不对 那如果三角形等于5的话 那你就想啊 这个三角形等于5 找到它这个算式嘛 三角形等于5 圆圈等于几 是不是就不知道啊 你说它能等于几呢 5乘谁等于24 没法算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三角形应该等于几 应该等于是什么呀 等于是3 它们俩之间应该等于是3 好 那如果三角形等于3的话 这个方块就应该等于是几了 是应该等于15了 这样3515 我们把它算出来啊 方块等于5 方块等于5 圆圈等于是8 3824 5840 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哦 这还有五角形 那五角形等于几 5乘几等于45 5945 是不是这套题目就全部都做出来了 你也可以再验算一下嘛 对不对 3824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三角等于是3 圆圈等于是8 然后呢 这个方块呢 5840 对吧 方块就等于是5 方块等于5 3515 最后五角形等于是9 这套题目是不是也就搞定了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从种类最少的地方入手 好 也就是说 找到答案可能性比较少的算式 进行尝试就OK了 是吧 我们都愿意用简便的方法去做题嘛 所以尽量去找种类比较少的那种算式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课里面的一些练习题和这个例题 说到这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总结 今天的重难点是 首先让你自己去整理算式 有些算式不是 他说直接拿来就能用的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变动 简化算式呀 或者等量带换呀 等等 对吧 整理算式 找到这个推理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呢 就是讨论所有符合条件的情况 所有的情况你都要考虑在内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的重难点 那么具体的方法有哪些呢 采用的方法 等待单换同一种 未知的图形 如果有两种 那就找到他们数量关系 把它统议成一种 对吧 然后轮换求和等式要相加 一个数字里面 一会有这两个 一会有那两个 一会有这两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去轮换求和等式相加 对吧 好 那么从下面的这个已知等式当中 算式当中找到突破口 讨论所有的情况 讨论所有的情况 我们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这个环节 你去把它讨论完了以后 排除这要错误选项 那么正确的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以及根据问题条件写出图文算式 这是我们说在上节课就学过的应用题的这一块 对不对 自己读题把文字变成图文算式 然后再解题就OK了 嗯 宝贝们你们掌握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呀 关于图文算式 那么我们就先讲解到这边 下节课再见啦 拜拜 小宝贝们